超常狗仔葛斯奇连日来的爆料 除了先是公开汪小飞的小四小五小六 日前跟加码抖出张盈盈和汪小飞的五大协议 内容不只强硬规定汪小飞手机的人脸便是要是她 只要忘乱加女生微信和女生聊骚 喝酒后怀念前任看照片发微信和女生喝酒聊骚上传 就要接受罚款 金额都以百万起跳最高甚至到一千万 张盈盈还喊话身边所有人 只要举报汪小飞钱就分你一半 超离谱的内容和价格引发网友热议 GQ张蓝你的钱就是这样没有的 更有网友直接突破盲点 因为先前大家都很疑惑 葛斯奇怎么会有如此清晰的室内暧昧照片 那些角度完全不像是狗仔拍的 如今这五大协议曝光 大家瞬间懂了直呼这是团伙作案吧 小四五六拍了照片去找小三 两人把一千万对半一分稳赚 怪不得那么多身边的人拍他的私密照 而最近汪汉葛的对决是暂时告一段落 不过葛斯奇再度丢出一个猛料 说演艺圈的最渣王还没浮出水面 葛斯奇坦言在王力宏被爆偷吃后 他的确收到很多该男性的爆料 说这些爆料故事讲得很精彩 照片提供的很微妙 这位时尚第一扎 专挑社会经验不足的年轻女性下手 她很聪明 不会轻易让人掌握到她较亲密的画面 加上她都跟中国官二代玩在一起 所以狗仔很难下手 不过葛认为只要等到最渣娜未结婚 应该马上就能揭晓答案了